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工智慧题材而大涨过一轮的科技股礼拜一就兵败如山倒 主要其实就是因为利空消息太多了 苹果传出呢AI功能的Apple Intelligence要延到10月才会问世 而引领AI概念股直冲的挥达 传出他最新晶片Blackwell有设计的缺陷 所以要延后出货了这个坏消息接踵而至 首当其冲就是刚刚讲到的AI之王挥达NVIDIA 它的股价从大概差不多去年此时候三四十块美元 涨到一度最高超过130美元 只花了一年的时间 但是从差不多今年的7月中开始 NVIDIA的股价呢跌了又跌 跌完再跌 即便富比式针对AI写出的数据都很好看都很精彩 还不说市场的规模预计会增加到破4000亿美元 然后呢还能够为美国的GDP做出巨大贡献 以及这个企业也可以提高生产力 还有说到了2030年预计每十辆车就有一辆会是自驾车等等 靠的当然都是AI 但是权威经济学家艾萨莫鲁·德隆·德隆·斯莫鲁 呼吁大家其实不要被骗了 因为以他的预测模型来看 AI最后只会为GDP贡献1% 远低于各家机构的预言 今年初涨很凶的AI股现在几乎都在回档修正 是艾萨莫鲁他的预言还真的成真了吗 AI股还涨不涨得动呢 我们一起来看 2024市场热门话题 除了AI还是AI 先前概念股狂飙 股价创新高 因为人人都相信 未来的世界就是AI的世界 然而引擎快速运转似乎过热了 经济学家跳出来泼冷水 表示短期AI对经济的贡献 不如大众预期的那么乐观 最后来说 当然有真正的资金资源 但如果您想到现在的技术 这并不会影响很多的东西 我认为人们有评论了 AI能够真正的资金资源 所以我们仍然不知道 究竟能够真正的影响 但是早上的读论 在很多的专业中的评论 支出太多 收益太少 是目前发展AI 最让人担心的一块 微软已经投资130亿美元 在OpenAI上 根据高盛的报告 除了微软 Google母公司Alphabet 脸书Meta和亚马逊 预计在接下来几年内 都会投注超过1兆美元 进AI领域 但根据经济学大师 艾萨默�的研究 AI未来十年 只会让GDP扩增1%左右 即使短期之内很难收割成果 但为了让自己 不至于落后对手太多 每间大企业都推出 自家AI模型或产品 Google有Gemini Meta有Lama 微软有Azure 特斯拉则是Grok 我认为Gemini 和Google的AI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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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有几个事 我们跟Google的搜索 和其他Google的产品 目前跑得最快的OpenAI 在近期又推出新品 Search GPT 似乎就是冲着Google而来 即便Search GPT 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但它推出的演示影片 已经让许多科技迷跃跃欲试 科技大厂互相较劲是常态 不过AI技术需要的是庞大资源 实在很难光靠一己之力网络 因此矽谷的明星们纷纷商讨结盟策略 要用群众之力盖起AI这座金字塔 除了微软和OpenAI最早公开晒Ni Meta在最新的Lama 3.1模型 也和Google、微软、亚马逊 挥达开启合作关系 Mark,欢迎来到你的第一次SIGGRAPH 我们不认为有一个AI 我们的目标是 有万亿或百亿的模式 我的目标是在MetaAI开启 现在只有几个月 是在最新的MetaAI成为最新的AI支援 我认为我们基本上是在线上 Meta需要辉达的晶片 辉达也可以藉由合作 扩展自家晶片的销售 就连Meta的世仇 苹果已有传言在和OpenAI合作之后 向Meta递出橄榄枝 讨论将Meta模型整合进苹果智慧的可行性 倘若成真将是科技业的大新闻 Microsoft,Google,Meta,Amazon,Oracle,Tesla,Apple 这些是世界上最高利益的公司 他们也非常承认 但他们有资源 他们明白他们必须在最后的技术 强攻AI需要付出高昂的入场费 对于缺少银弹的企业来说进入门槛太高 目前市场上看似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强强联手 即便短期之内很难将AI应用变现 但AI的未来在科技大厂眼中已闪烁发光 他们坚信携手将能打造出如梦似幻的AI乐园 那再来看一下美中的晶片战现在打到哪了呢 拜登政府计划在下个月9月要公布一项新规定 只要是含有美国技术成分的半导体相关设备 还有技术都不准出口到中国 也就是要扩大实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FTPR 这项规定它其实是冷战时期的产物 当时美国定出了这个规则 来防止一些关键技术外流到特定国家 要不是说苏联吗 到了现在最关键的技术 那当然是非半导体莫属了 那在那一份特定国家的名单上 不用说啦 中国绝对有一个优先保留期 而且其实美国发现 单打独斗是很难呈气候的 所以它呼朋引伴 要求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跟以色列的相关企业 都必须要遵循相同的出口限制 什么限制 再讲一遍 只要是含有美国技术成分的 半导体相关设备 都不准卖去中国 不过根据路透社报道 有三个美国的盟友 日本 荷兰 跟南韩 这一次将获得豁免 可以继续的跟中国做半导体生意 其中荷兰跟日本政府 他们即使面对美国的强力施压 他还是拒绝加强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 毕竟他们的公司还是要赚钱啊 好比说荷兰当然就是SML爱斯摩尔嘛 那日本呢 就是东京威力科创 那两间公司都很想继续跟中国做半导体的生意 即便SML在美国的限制之下 只能够出售比较低阶的光科技给中国 但中国依旧是SML的最大客户 蓝色这个是去年的第一季 SML的最大客户其实就是中国了 中国贡献了39%的销售量 然后到了今年第一季 这个销售额更拉高到49% 让ASML赚了真的是大把大把的人民币 可见这个市场有多大 那现在随着美国总统选战 进入了倒数即时 已经退选的拜登 他其实没有松懈 他计划要推出增强版的FDPR 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在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投下了震撼弹 我们一起来看最新一回的美中晶片大战 这些企划要推出增弹的 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向來立場分歧 但面對最大勁敵 中國時 兩黨態度高度一致 要對抗這個東方巨人崛起的威脅 尤其在關鍵的半導體產業 更是不斷施壓 總統拜登在2022年 簽署了兩黨共同協議的晶片法案 強化美國在地的半導體產業 為了圍堵中國透過半導體和AI技術 拓展軍事實力 威脅區域穩定 美國誓言減少對亞洲半導體供應鏈的依賴 提高在地化生產 2023年更祭出禁令 要求荷蘭半導體設備大廠艾斯摩爾 不得對中國出售高階設備 現在更傳出要加大管制力道 路透社7月中旬獨家揭露 拜登政府要強化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防止任何含有美國技術成分的設備流向中國 這是一種規定的規則 制定的規則或控制外國製造的產品 甚至是美國技術最小的數量 所以我認為所有的工具都可以被FDPR 美方擺出強硬態度 希望盟友和自己站在同一陣線 在關鍵科技領域抗衡中國 進一步要求半導體設備廠商 連維修保養服務也不准提供 就是要做到滴水不漏 還打算出手阻擋韓國三星和SK海力士 出口高頻寬記憶體晶片 但規範的鐵拳重重打在設備大廠身上 股價一度暴跌 也引發日本與荷蘭的強烈反彈 荷蘭艾斯摩爾在半導體生產設備領域獨佔淘 日本東京威力科創也積極研發相關技術 而中國是他們的重要客戶 有消息傳出 兩國政府向美方斡旋 可能因此得到豁免權 當美中對抗態勢越來越激烈 任何的貿易手段 半導體廠商都得省慎應應 川普直接放了金額 有一個巨大範圍 有幾千萬的產品線 拜登有15萬產品線 這真是目標的 美國總統大選將近 政壇充滿變數 半導體大廠也實施緊盯 不敢妄下定論 川普酷愛全面加稅政策 保護國內產業 卻可能造成通膨 民主黨則採用針對性關稅 搭配外交手段 施以制裁和禁令 合縱連橫 但不穩定性也高 投資 生產 消費 乃至經貿關係緩緩相扣 考驗者 決策者的智慧 有些關於投資者的考慮 我們繼續喜歡 Megacap的技術名字 很多軟件機器製作者 但是可能會不會加上 採用力 在這點 看來 其實在一般的股票 去考慮 分析 在哪裏 世界上會做得很好的 在那種銷售的環境 還有哪些地方 在市場的價格 價錢 唯独策略固然立竿见影 只是受到重重限制的中国 会不会在逼迫下 靠着拼装设备逆向工程 突破先进制程的门槛 还是未知数 地缘政治情势牵动着科技产业发展 无论是半导体厂商还是政府 都走在钢索上 要在经济发展与外交国安之间取得平衡 果然国际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待会我们的镜头要转到中东 以色列偷袭了伊朗之后 中东的气氛非常的紧绷 战争甚至是濒临爆发边缘 锁定全球老天室 好 回到全球老天室 美国跟俄国从冷战时间开始 就有定期换球的传统 交换的通常都是各国的间谍 但是最近几年交换的大多是记者 还有政治犯 我们这里来稍微简单考古一下好了 其实美俄曾经有过七次知名的换球 首先间谍桥换球 再来还有最大规模的特务换球 然后是1986年2月的夏朗司机间谍换球 同一年9月的记者换球 2010年的非法专案换球 还有2022年的陆战队员Trevor Reed换球 还有之后篮球明星Britney Greiner的换球 所以一开始前面三次换球呢 都是在连接东西德的这座格力尼克桥上面进行的 所以这座桥才有了间谍桥这样子的昵称 而其中第一场换球行动发生在1962年2月10号 当时获释的有最著名的苏联间谍之一 阿贝尔Rudolf Abel 还有美国飞行员Gary Powers 那个时候之后好莱坞大导演Steven Spielberg 还把这个换球的故事拍成了卖座电影间谍 叫Bridge of Spines 那当然现在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 今年8月1号 美国 俄国和其他四国 谈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换球协议 在角落那边 土耳其安卡拉机场执行 当时有两架飞机从美国出发 然后还有像是德国 波兰 斯洛维尼亚 挪威跟俄罗斯都各派出一架飞机 把关在各地的囚犯通通送去安卡拉机场 换球之后有10个人被送回了俄罗斯 13个人送往德国 3个人送去了美国 这项换球协议其实早在2022年就开始谈了 原本的换球名单跟最后的其实也很不一样 谈判到最后美国发现 原来俄罗斯的条件就只有一个 没有这个人 整个换球行动就会被打回票 我们一起来看面子这么大的一个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今天我们来带着Paul Evan 奥斯 罗斯 罗斯 安卡拉一架飞机起飞降落在美国国土上 下机的阶梯虽然没有铺上红毯 但另一端是总统笑着街机 机上的乘客几年来吸着莫斯科冷酷的空气 如今重返母国怀抱 心里竟有些不真实 这项七国参与冷战以来最大的换球协议 被看作是美国近年外交最大的成功 美国总统拜登在宣布退选当天 还在致电斯洛维尼亚总统协商换球事宜 26人的换球大行动 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开始谈判 美俄最初的换球 其实还包含普丁当时的头号敌人纳瓦尼 纳瓦尼突如其来的死亡 让在努力协议的各国一度以为谈不成 然而谈到最后美国终于发现 要和俄国谈拢有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释放被关在德国的克拉西科夫 时间回溯至2019年 前车臣判军指挥官 在大庭广众的柏林公园内被暗杀 作案的凶手就是克拉西科夫 据传克拉西科夫是普丁雇佣的杀手 也是和普丁一同带枪练把的密友 普丁还曾公开赞扬他 消灭匪徒的爱国情操 放杀人份一马还让他受奖 在西方大国眼中通常是不可能接受的 然而这次的情况棘手 拜登竟然让德国总理肖兹点头答应 释放普丁的得力杀手 根据德国电视报道 肖兹的办公室和司法部门甚至一度为此事起了争执 拜登最终是以什么代价让德国首肯 并没有向外界公开 两国只有不断强调合作联盟关系 促成了这宗历史性事件 西方大国喜滋滋庆祝 但普丁的笑容可能更藏不住 对 Putin这一定是一质 有没有疑问 他已经购买了一质 他已经很长的败 他想了Vadeem Krasikov回来 他想要能够送到他的服务员 他们会做什么需要帮他们回来 有些特别的 sanctions 被开放了 或是什么样的 总统的原因是 尤其是对抗产业的关系 普丁透过换球驱逐反对派势力 也救回了克拉西科夫 成功塑造伟大的父亲形象 让他的间谍与杀手愿意继续效忠他 有些政治观察员乐观看待换球事宜 认为俄国有机会在其他议题做出妥协 不过世事总有代价 德国必须放走杀人犯 美国可能得提供德国异议诱因 而普丁选在此时允诺换球 是为了换回忠诚下属 还是有意介入美国大选 他暂时还不会先排 同样是大国之间的角力 我们接着来看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 以色列算大国吗 你可能会问 也许算不上 但以色列背后的美国肯定是了吧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打了10个月 加萨走廊已经有超过4万人罹难了 超过9万人受伤 其中至少一半是妇女跟小孩 以色列那边也有1100多人死亡 跟8000多人受伤 现在冲突的等级升高了 伊朗政府还有位于黎巴嫩的真主党 以及叙利亚跟叶门的胡塞武装组织 准备要围剿以色列 导火线就是哈马斯的最高领袖 哈尼亚以及另外一名真主党指挥官舒克尔 这两个人短短两天之内 先后遭到以色列暗杀 以色列的暗杀行动 在中东地区引发了轩然大波 那接下来不止美国难以置身事外 G7大国也积极商议 如何透过外交方式来替中途降温 在台湾时间的8月9号清晨 以色列突然答应了美国埃及 还有卡达的谈判邀请 中东的紧张情绪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来看 大批群众涌上伊朗街头 哀悼在首都德黑兰遭暗杀的 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 伊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 都是哈马斯的重要后援 当哈马斯最高领袖 在伊朗境内遇刺身亡 外界都将矛头指向以色列 反义情绪在中东不断蔓延 伊朗更扬言要进行报复行动 然後我們在尋找一個很大的聯繫 因為簡單的原因是 伊朗認為 正確認為這是一個殺害的逮捕 被避免的穩定性和地域的穩定性 早在今年4月 以色列就因襲擊敘利亞的伊朗使館 遭到伊朗以軍用無人機示警報復 但這次是親門踏戶 在伊朗國土上動武 還選在總統就職典禮後動手 讓伊朗顏面掃地 恐怕不會善罷甘休 新伊朗總統主席 在說話和西方的交流 我認為這正在發生 這可以預測 可以跟伊朗和西方的交流 尼特尼歐不願意這發生 而且我們也可能會說 既然暫停火 因為這可以改善到國際戰爭 剛上任的伊朗總統 培澤斯基安主張溫和改革 希望緩解伊朗和西方的緊張關係 減緩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制裁 有專家懷疑就是以色列按耐不住 多次拒絕西方埃及和卡達的停火提案 又不想看著世仇和西方盟友越走越近 乾脆先下手圍牆暗殺哈尼亞 而選在伊朗總統就職之際 更是對溫和路線的直接挑釁 他們對伊朗社會有很好的意義 我們必須做些事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政治空間 否則我們會有更多街道抑鬥 像佩斯基安可以擔任這個問題 尤其是短期 伊朗正準備改走中道 卻因為一場暗殺行動 再度被激怒 原本希望藉由伊斯蘭國家 談判斡旋避免衝突擴大 如今希望幾乎徹底破滅 而美國也只好再度派遣軍艦和戰機 協防以色列 就怕衝突持續升級 美方積極說服伊朗重啟核協議 以減少制裁換取伊朗避戰 呼籲他們不要掉進這個報復陷阱 但為了保護以色列 美國免不了要和伊朗正面交鋒 伊朗尼克斯蘭特將是一直努力 建議的國家 在做所有的口令 保護他的政治活力 他願意再次持續戰爭 我覺得這些不是只能把 影響他們的事情 在特朗和在其中央 也在雲上 也願意再次影響 他願意再次判斷 影響他的政策 在美國 有明顯是一個更加激烈的 嘗試去導致演員 甚至在這個區域 甚至包括美國 停火談判屢屢破局 讓拜登政府與以色列總理 納坦亞胡關係陷入僵局 納坦亞胡開始在民主 和共和兩黨間周旋 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拜登政府對以前的 以色列的包容度降低 共和黨會如何停以 也還未可知 納坦亞胡曾經誓言 先滅哈馬斯才會罷首 只是現在哈尼亞已死 重創哈馬斯 戰士卻反而越發緊張 美國正在伊朗戰爭 對伊朗戰爭的戰爭 我們固定在監獄 在每一項項項目 我們保持在每一項項目 不在監獄 不在監獄 納坦亞胡多次拒絕停火協議 又在伊朗和美國政權交替之際 接連暗殺哈尼亞和里巴嫩 真主黨指揮官 幾乎是不計代價要擴大展現 納坦亞胡多次拒絕停火協議 又在伊朗和美國政權交替之際 接連暗殺哈尼亞和里巴嫩 真主黨指揮官 以色列和中東國家的世仇 有生之年 我們還無法想像可以和平落幕的一天 下段節目我們要來看一下奧運 奧運的兩位女王 一位是美國體操女王 另外一位是一直遭到抹黑攻擊的台灣拳擊女王 全球浪天室馬上回來 回到全球浪天室 在巴黎奧運會上 看過競技體操的比賽 很難不成為Simon Biles 西蒙·拜爾斯的粉絲 這位體操女王 一路拿下了團體金牌 個人全能金牌 比單項的時候 還有毫無懸念的收下了跳馬金牌 這宇宙間有他辦不到的事嗎 那雖然比賽的最後一天 拜爾斯在平衡幕表現失常落馬了 最後他的制霸項目地板 優點小失常 把金牌拱手讓人 但是一掃了東奧陰霾的他 在得到本屆女子個人全能金牌的時候 他戴上了這個山羊項鍊 象徵G-O-A-T GOAT Greatest of all time 史上最佳的意思 藉此來回應外界對他的質疑 其實拜爾斯今年已經27歲了 在奧運會來講算是蠻大的年紀了 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而停止進步 甚至有人說2028下一屆奧運 搞不好還會在洛杉磯看到 已經三字頭的拜爾斯上場挑戰 本屆奧運因傷患將的美國女子體操隊被稱是老兵組合 由已經27歲的西蒙拜爾斯領軍捲土重來 不被看好的高齡組合打臉酸民 奪回上界失守的團體金牌 我從2016年有五個獎金 但沒有人認識那個獎金 所以每次我去到處 我四次獎金 但我有五個獎金 我的獎金感覺很失敗 有體操女王稱號的拜爾斯 在2016裏約奧運大放一彩 當時年僅19歲的她 一次就抱回五面奧運獎牌 容英閉幕會的掌器官 除了自己的努力 拜爾斯說外公外婆功不可沒 因為他們才讓她有了重生的機會 拜爾斯口中的媽媽其實是她的外婆 拜爾斯的父母因為染上毒瘾和酒瘾 成為監獄常客 父母入獄時 她就只能到寄宿家庭 不求溫飽 只求活下去 在她六歲時 外公外婆成功領養她 讓她從此看得見世界的彩色 每次參賽 她們倆都是拜爾斯的心靈之助 她們會做到自己的最好的 我並不希望你外出 如果你在那裡不在好處 你不需要外出 你不需要外出傷自己 那就是不正確的 當你最重要的 你希望你每次做的事情 都成為最重要的 我們從今天沒看過她的事 東京奧運 拜爾斯不像在里約的勢如破竹 反倒是失誤連連 就連最基本的動作 她都突然忘了怎麼做 彷彿失去對身體的控制 所以我去Simon 我問你你還好嗎 然後她看著我 她就說 對 對 你能看到她 她在想要好處理 我想要走 如果我可以坐飛機 然後回家 我就會做 拍山倒海的壓力襲來 讓拜爾斯心裡的痛苦 逐漸變得難以承受 在東京奧運場上的二流表現 讓支持者都跌破眼睛 我甚至不是說 它在東京開始 我感覺到 那裡比較深入 我覺得它只是壓力的 為了團隊的成績著想 拜爾斯勇敢宣布退賽 這一退出 卻引來更多人批評她半途而廢 廠商的心理創傷還沒療癒 廠下的性侵事件接踵而來 美國國家隊爆出隊衣30年來 猥褻超過150名未成年女童 拜爾斯原本絕口不提此事 但後來決定站出來譴責 美國體操體系的缺失與包庇 經歷過肋骨斷掉 腳拇指碎裂 腎結石 還有退賽與性侵風暴 拜爾斯越挫越勇 如果你看看這些 你可以看到 我不是一個退出 我是一個戰鬥 2024巴黎奧運 拜爾斯調整好身心狀態 再奪金牌 即使她已經是超過半個世紀以來 美國史上年紀最大的體操選手 但觀眾看到的是她的成熟與穩重 即便個子只有142公分 拜爾斯人小志氣高 神經百戰的她披上美國戰袍 在奧運場上成為浴火鳳凰 所謂的Olympic精神 指的是相互了解 友誼 團結 還有Fair 公平競爭 但在這一次的女子拳擊項目 我們卻眼睜睜看著 台灣隊的拳後林玉婷 頻頻地被其他選手霸凌 特別是在四強賽當中 林玉婷她擊敗了土耳其對手卡拉曼 闖進了金牌戰 但是賽後卡拉曼她這樣子 高舉雙手比出了X 暗奉林玉婷有XY染色體 不是真女人 為什麼卡拉曼會提出這種莫須有的質疑 做出這麼沒有品的行為呢 其實這跟去年國際選總IBA取消了林玉婷 還有阿爾及利亞選手克利福的參賽資格有關 IBA宣稱這兩個人有XY染色體 沒有通過性別測試 但是也是IBA始終沒有明確解說檢驗的內容 就連他們在奧運場邊開了這場記者會 也是荒謬透頂 連一張檢驗報告都拿不出來 還在那邊鬼捨說什麼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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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順便還砲轟一下國際藥會 Anyway 不過呢 林玉婷跟克利福都非常的爭氣 不甩外置的流言蜚語 在各自的量級當中 一路過關斬將 雙雙打進了金牌戰 很感謝大家 就是全台灣 然後願意成為我的後盾 然後給我最大的支持和力量 對著鏡頭表達感謝 台灣拳后林玉婷歷經風雨 二度踏上奧運舞台 誰也沒想到 她會在這時被捲入性別爭議風波 同樣受到質疑的 還有這位阿爾吉利亞的 拳擊好手克利福 她在女子66公斤級16強賽 對上義大利選手卡里尼 開賽才46秒 卡里尼因為無法承受 克利福的攻勢 哭著棄賽 這個畫面引起熱烈討論 外界開始懷疑 克利福是不是有不公平優勢 有些人在尬向克利福的 失敗中 從2023世界大賽 之後 國際球賽聯盾聯盾 提出了她的系統增加 激增加的高度 體質素酸 但這數目的選擇 都被科學者 和國際奧運動 聯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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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的拳擊試錦賽 林玉婷和克利福 都因為性別深化指數異常 而被取消資格 但是國際拳擊總會沒有公布 檢測的確切內容是什麼 這起未解的爭議 持續延燒到巴黎奧運 我明白整個的程度 是從最初的 從試驗開始 到我們跟我們討論的試驗 科學來說 這不是男人在戰鬥女 我認為我們需要這樣 國際奧會出面幫兩位選手背書 保障他們的參賽權 國際拳總卻選擇 在這時候另闢戰場 我們要在戰鬥女 今天我們要在戰鬥女 我們要在戰鬥女 我們要在戰鬥女 謝謝 我們要在戰鬥女 國際拳總大動作開記者會 說要解釋當初為何取消 兩位選手的資格 但更多時間是在聽國際拳總主席 炮轟國際奧會 針對關鍵的性別檢測議題 國際拳總給出的答案 反倒讓外界越聽越混亂 我們要在戰鬥女 這就是戰鬥女 我們要在戰鬥女 所謂的技術 我們在技術中的技術中 讓這兩位選手們不可適合 我們沒有確認 他們有什麼 我們不知道 他們生成這樣 或是換掉了什麼 試驗 這兩位選手分 非常高 這兩位選手分 后来又说搞固同 偏偏国际权总先前的声明明确提到 没有让两位选手接受搞固同检测 国际权总的主席和执行长各说各话 却拿不出证据 可信度被打上大问号 你想要有一个想法 关于这些信息的信息 从这些国际组织不再认为 我只能提醒你 他们和这些组织的组织 最近做了自己的认识 国际奥会主席巴赫亲上火线 说谣言止于智者 事实上国际权总早就因为多年贪腐和管理不当 在2019年时被奥会剥夺办理奥运全赛的权利 这次的争议事件更像是国际权总和国际奥会之间的权利斗争 但受最大冲击的是 是深陷性别风暴的两位选手 他们把她的组织 然后她的组织 他们不认为你能够在平衡 这对我们的组织 这对我们的组织很可疑 人们不在研究 他们不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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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利弗的队友心疼她无端遭受外界的歧视和谩骂 克利弗也亲自受访 要外界停止霸凌运动员 我希望在世界各种活动 我们不在讨论 林玉婷和克利弗 认为他们是不实指控的受害者 这起风波也再度让 有色人种女性运动员 遭受过度审查与歧视的情况 浮上台面 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 那有200多个 206个国家参与的奥运 爱嚼舌根的人又更多了 这段节目换个星期 我们来看一下 跨国大企业在奥运施展的超能力 2024巴黎奥运将在8月11号落幕 这次除了运动员的精彩表现之外 奥运的赞助商也当然赢得了不少的关注 奢侈品牌LVMH是这次赛会的Sugar Daddy 他的赞助商之一 他们砸下了1.5亿欧元 相当于50亿又1000万台币 那其实按照奥运赞助商的机制来看 LVMH他并不是位居在赞助金字塔顶端的 全球奥运合作伙伴 Worldwide Olympic Partner 他不是哦 LVMH这一次是高级合作伙伴 Premium Partner 主要跟主办城市巴黎合作 不过其实从开幕式以来 LVMH它曝光的频率 却是所有赞助商里面最高的 整个开幕式基本上变成了 LVMH它的秀场了 还有一个表演桥段大量出现了 LV的经典花纹 那另外表演者的服装 也大多是由LVMH旗下的品牌打造的 LVMH的产品也几乎出现在 这一届赛会的每一个角落 就连颁奖典礼礼宾人员穿的制服啦 甚至奖牌啦 还有奖牌的托盘 也全都出自这个精品集团之手 这么高比例的商品之路 当然也是因为巴黎非常不想要赔钱嘛 所以就透过拉一点赞助费的收入 希望可以少花一点纳税人的钱 将运动员的梦想 比喻成闪耀的宝石 在精品集团 LVMH倾全力和银弹加持下 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 有了截然不同的新面貌 从奥运奖牌 奖牌行李箱 到法国代表团的团服 都可以看到LVMH旗下品牌的身影 当巴黎因为奥运 越上国际舞台 作为法国最有价值的大企业 LVMH自然不能缺席 但对巴黎奥运组委会来说 要请到法国首富成为金主 过程可不容易 我们必须有点感觉 我们只是不会给钱 说OK 你感谢我们 但那就是 我们想找到一个方法 去展示 在奥运奥运行李箱 世界上是一个创造的国家 是一个改善国家 是一个工艺国家 如何透过奥运 展现法式美学 和精益求精的 匠人精神 是阿尔诺跨界大手笔赞助 期望达成的目标之一 但在这过程中 集团能获得多少利益 才是阿尔诺盘算的焦点 图破常规 在传统的基础上 开创新局 这是阿尔诺 叱咤商场的法则 成为巴黎奥运赞助商后 阿尔诺也将这套策略延伸到五环殿堂中 西林迪欧是想要有些奇妙的 品牌不止LVMH 羽球黄金男双 李洋和王麒麟 在颁奖典礼上 和夺牌选手的自拍 以及桌球混双颁奖典礼上 南北韩选手 同框的历史性合照里 都可以看到赛会赞助商 三星强推的 折叠手机 这是国际奥会跟三星联手 首度推出胜利自拍计划 让选手能从不同的视角 留下珍贵影像 创造话题的同时 也让三星赢得大量关注 力争奥运商机的企业 还有旅游住宿平台Airbnb Airbnb在2019年时砸下5亿美元 成为国际奥会的全球合作伙伴 挺过被受疫情冲击的东京奥运 这一届巴黎奥运 被Airbnb视为大展身手的时刻 这是在海洋史上最大的一页的 我们在海洋史上最大的 我们有很多人 在海洋史上在海洋里 把海洋史上满历五次 他们在海洋史上在海洋里 我们在海洋史上看到很好的货席 Airbnb和奥赛美术馆合作 将钟楼改造成充满奥运火炬元素的客房 独特的住宿体验掀起不少讨论 这一届巴黎奥运开启赞助商 大规模置入的先例 接下来擅长运动商业化的美国人 会在2028洛杉矶奥运上玩出什么行销 新策略值得期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聊天室 每个礼拜我们都会为您搜集 来自全球的焦点话题 我是军劳王显瑜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